字幕志愚 kolom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概先說一下 我為什麼會開始關係學校的隱藏文化 我自己沒有想有幹嘛 我試管啊一個隱藏文化 那其實元起是 大概我大概4年多久 開始在宜蘭 你還是想想 租了一間房子 然後本來是想說 飛車到媽媽那邊安顧完 然後後來就發現 就從那個房子開始 因為我喜歡去想想 那我租的房子三面有四水道園 剛開始租到那個房子 都很開心 因為就是一眼晃出去 就是很水天 默默水天 這一百五的水下沖 也就是臺灣的往生的氣象 但是這次樣的美好時光 我們維繫了一個個半月 之後就開始 每天那個怪獸一切都在那邊 砰砰砰砰 一整天 那我就去看到底我在做什麼 結果發現他們是把那個 稻田的錶層的土壤 全部挖到房間去 然後再把裡面放出給人 然後開始那個 開了一道路 然後大把聲鼓在上面這樣打開 然後遲到實際上 疫情期間 人家採訪 整個人的位置 專頭選 外單 機移屬最多的 然後進口 全部都很快去 那這個事情發生了 整個村子的人都在看 可是沒有說話 那後來我受不了的 我打電話 我就打電話到政府部門 各個各部門去投訴 那也不知道 一開始不知道說 到底要去向誰投訴 但是切而不捨地打了兩篇電話之後 終於有一個單位說要來處理 那他們處理的方式就是給這個 外手的一個導單 就是說 他見他在私 見面要回復原裝 然後 回復原裝的過程會更痛苦 因為他們不只來聽工作 他就晚上有個探照 因為他不是要把東西挖走 他只要趕快把其他東西再埋進去 然後把標準進去 那填回去之後 風土那樣子好像沒有發生過的東西 那我就開始在講 農村這麼優良的農地 為什麼會被這樣堆帶 那我就追究原因 就發現 這個農地不是他吃的 原來的這個地圖不在公眾了 然後就跟別人 然後我就發現農村大部分的農地 是這種地方 跟著我是誰 那 土地都不是 所以在土地上 他就知道 然後第二個是平治 那被電視的整一隊友 然後這個 他不只是那個 近一歲的爸爸還在增添 那個那個是老婆 他的孩子跟著他一起增添 這種現象在農村其實滿少變的 就是年輕人還越來越年輕 年紀跟我相比多 那可是一個年輕人要在農村增添 他光靠那個農作戶 光靠他弄出來稻米政府的收購價 四十年來最稻米的收購價 是拿過兩塊錢的 所以一個要養家活口的孩子 他還要 他還要去照顧他 孩子會來給我們教育 健身 他的收入根本無法維持生計 所以他們一定所有農村裡面 真的要你不能回心的人 都必須要兼第二個工作 那在工作就是在他 一起到做收割了之後 去包他的工廠 然後就在他的 更加度來的地域 那在這個 看到這個年輕人這樣子作為的時候 我又去分析了一下 我們這個全村子 對於這件事情的感覺 你發現什麼沒力啊 我住的那個小村子的那個人口結構就這樣 不是非常老 不是非常小 然後 只要看到年輕人就去外擾 來照顧老子 所以這樣的人口結構 你說有時候不當的政策 什麼惡意的開花要笑到農村 農村完全沒有主張 那所以我當時思索的一個問題是 農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就是有那個自主主持 那其實在分析當人口結構的時候 我們說不算的 那年輕人 優秀的年輕人到底到哪裡去 優秀的年輕人都去追隨 主社會的主義上 說上一代呢 我們這一代的人所受到的教育 就是務農沒有主席 所有的教育 告訴我們一件事情就是要留在農村 要去都市好生活 要在社會上謀得一個被認可的地位 所以農村沒有人的後果 我們的農地就是沦落到這樣的情況 那接下來我當時也沒有想到說 有可能在政策上做任何的改變 所以我就想說那我自己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什麼 於是我就把附近的農田 我租下來開始去種 我第一年種了水稻 但是水稻一記收歌之後 地馬上會收回去 為什麼 因為我們這樣的農村的做法 一般農村看不過去 然後我做那塊錢的時候 租給我弟的那個人 他一直被村裡面的吵笑 我在農田裡做了什麼 當我隨到游泳布泥蟲的時候 那是一種小蟲子 會把那個稻子的葉點 拆到白白這樣 那是我的擋藥 然後我就去請教各種方式 看怎麼會去這個問題 那就有人告訴我說 你用那個長竹竿啊 就是去砍新鮮的竹子 然後那個竹子的末梢不要去掉 然後用掃的 我就真的下去掃 啊這個有用啊 可是我五分力 我掃了大概兩天 他因為那個蟲子一被掃下來 這樣水裡就會死掉 那我用這種方式來做的時候 農村裡面已經不再有人 知道有這個方法 所以每一個不管是開車過去的 幾個大車的走路的 都會在我旁邊停下 然後有的信念有的調侃 就說你是做聖的 你要去做蟲子 不然你這是官方式 那這樣子的 對一種嘲諷 都會進到我們畢子的耳朵裡面 然後更糟糕的是 有人就要說 那你是割了那塊的 你那個蟲子 所以讓一個 是不是給我看 所以我 即使我那一期種的稻子 我的收成很好 因為我從那樣開始 那個稻子都比人家差 可是我到收割的時候 跟冠型農法的農田其實不相差 一般的冠型農法的田 大概一公頃 可以收割一萬到一萬兩千公斤 但是我五分地 我就收了四千八百斤的甘肥 所以那個產量是不是差不多的 但是因為這個農村的 老一輩的農人 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關鍵 所以我就被踢出來了 然後第二年我切而不捨 我租了另外一塊田來種黃豆 因為我覺得台灣的糧食 自己是一個問題 然後最重要的一個是 紮涼用的朋友 那我就開始試的去種黃豆 但是黃豆因為是旱田 所以草聖動苗西的底下就更加嚴重 那同樣這塊田淪落到同樣的經濟 後來就是縱完一起 甚至還沒有縱完 那個地主就威脅我說 他要太虧了 那就去把他翻掉 就是用雲雞藥下去把我的那盒翻掉 他說我沒有中 因為看起來會這麼好 這其實我自己本身太少有時間去找 就是一個要檢討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要看 要嚴肅面對的就是說 當我們要從事一個對土地友善的一種農法的時候 其實他需要償起的燃養力 那今天以農村裏面的這樣結構的狀況 一個好的農人 即使他要回到農村 第一個他被政府處罰 就是修根補助 他鼓勵不耕作的人 但是去處罰要耕作的人 為什麼 因為政府要撥9萬塊 每一公頃的地 兩席到座都是9萬塊的補助嘛 也就是說我如果要公共的話 我沒有辦法有9萬塊以下的租金 就到1萬塊的補助 那這不是在保護嘛 那一個是政策性的這樣的懲罰 然後另外一個是農 因為我們說過 就是農村有想法的年輕人都出去了 留下來的是什麼樣的人 當然就是那個比較官率比較差的 或是比較沒有能力的老一輩的人 所以你要他們接受一種新的農法的概念 或什麼去跟他們講有趣的工作 他根本不可能接受 為什麼 因為他幹嘛要有趣啊 他做一輩子農最大的心願 就是希望他們下一代你再入供 你還要他的孩子回來入供嗎 這個對他們來講是說不通的 所以到最後五國歸結出來的結論就是 要種好田之前要先種好人 要先把好的人種回農村去 那可是好的人怎麼回到農村呢 每一個有機的農人 都單打獨鬥的過程都非常非常辛苦 我想任何一個從有機的路上走過來的人 總有公改 那可是我們如果分析這個問題 到最後歸結到是農人本身就不會行銷 我覺得這個是打獨鬥的交流 摸不掉了 其實是整個的社會的那個消費觀念 沒有關照到環境 然後沒有關照到友善的去風格的 去對待生產者這件事 那今天不是說有機的東西太貴 而是我們一般的食物就太便宜 便宜到沒有道理 便宜到很多的環境責任都沒有去負 那所以我就想說 那要單獨的去突破每一個消費者 來做什麼所謂的社區支持型農業 這個也都非常的困難 而且能夠做到的那個速度也很緩慢 那有一個 當時我就看到一個基礎 就是全國每個地方的大城小巷 都有這麼多的學校 學校無所不在 如果每一個學校孩子吃的那一餐 就是拿來支持你當地的農人 農村就會有優秀的年輕人願意出來 農村有優秀的年輕人 他就是會自動自發的再生 你不需要政府花兩千億去做那種優勢的再生 這種急救我們會急救幾次 所以到最後就是 你一個農村還是回歸 應該要回歸到他那個產業的問題 就是用這個產業公民的 來讓耕種的人可以在農村生存 這個才是根本的一劑 所以從2008年我就開始 嘗試著看學校的營養午餐 是不是有可能分社區的農業來做連結